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军利用乌克兰究竟捞到了多少好处 美国高官说漏嘴 直言外交赚不了什么钱 那美国靠什么赚钱 相信大家都体会到了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几乎是负面的 比如说货币贬值啊 油价暴涨啊 粮价飙升啊等等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有个国家却在其中赚的盆满钵满 那就是美国 美国可是在俄乌冲突中赚了不少战争财 我们可以直观看到 美国的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里的股票 可以说是大幅上涨 大家可以看个数据 像领头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股价就暴涨了28% 雷神技术公司也大涨了20%等等 由此看来 乌克兰不仅仅只是美国 打压俄罗斯经济的一个棋子 还是美国妥妥的印钞机呀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 美军利用乌克兰 到底捞到了多少好处呢 众所周知 美国可没少在俄乌冲突中火上浇油 不仅如此 还一口一句仁义道德 呼吁北约国家都来援助乌克兰 甚至还站在道德制高点 逼迫其他国家战队 一起来制裁俄罗斯 就在前不久 美国援助乌克兰8亿美元的军火 不也是被美媒大宣旗鼓的报道啊 让不少国家以为 美国是真心帮助乌克兰的 但我们都知道 美国可不会这么好心 虽然说美国要支援乌克兰价值8亿美元的军火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8亿美元就像巨款 但其实对于美国这样的世界军事实力第一的国家 确实是算不上什么 毕竟美国在二战以后也没少发动过战争 自然美国军工企业的仓库也会储备不少先进武器 所以说这次援助乌克兰 美国就当清仓了 还省着他们自己再去投入成本去造 不过据我的了解 美国可不会做不赚钱的买卖 毫不夸张的说 美国这次援助乌克兰可是有偿的 原来啊 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 能给美军工巨头带来不少商机呢 因为俄乌冲突带来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导致欧洲国家不得不将自己国家的军费开支 提升至GDP的2% 要知道这些国家的军备采购动辄就上百亿美元 很显然最大的受益者都是美国 又或者说是美国政府背后的军工企业 就连美国国会公正外交政策部门执行主任 埃里克斯·柏林都表示 俄乌冲突将促使北约组织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 而北约大量使用美国武器 相当一部分防务合同会落入美国企业手中 它的言外之意就是 制造军事紧张局面可以刺激武器需求 这不美国高官自己都说漏嘴了 不得不说 美国这次不仅给自己建立起了一个好形象 还能从中获利 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绝两得 不仅如此 美国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更是煞费苦心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大国 美国其实也是 所以必然会存在竞争关系 早前俄罗斯周边的欧洲国家 都是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 在美国决定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后 这些欧洲国家就只能被迫找新的国家 来代替俄罗斯的能源 然而这时候 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就会飙涨 美国又能从中大赚一笔 果然美军利用乌克兰捞到不少好处 也难怪有网友会调侃 这比明强还过瘾 不过现在乌克兰可就没那么好受了 被美国利用完 不仅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就连卢干斯克都准备公投加入俄罗斯了 乌克兰即将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了 可以说乌克兰人最终还是错付了